嗨 歡迎收聽這一集的歌舞快不行的 我是韋德 這一集我邀請到一樣是我們的好夥伴區塊市創辦人徐明恩 再次華麗共演 哈囉大家好 我是區塊市的作者徐明恩 然後區塊市是一個 你繼續刷 我還是得拍手吧 這樣比較有禮貌 好 所以我是區塊市是一個付費訂閱制的獨立媒體 然後歡迎大家用付費訂閱來支持我們這個獨立營運這樣子 好的 電視新聞是一個免費的新聞媒體 我們都在亂寫 歡迎大家可以免費的隨意的來收看 好 那這個 這週那個明恩有提到一個蠻有趣的主題 就大概也不是我會特別關注 但就是他其實是蠻有趣的 就是有一個還蠻多人在用的一個應用 叫做Wallet Connect 嗯然後他其實是幫就是很多這個Dapp 來做一個錢包的接口 就可能多數的人是用MetaMask 就所謂的小狐狸啊 或者是你是用Coinbase wallet 但其實有好多好多種的錢包 他們要連接這些Dapp 就是沒有那麼過 在過去的時候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Wallet Connect他解決了這個問題 而且最近他有個發幣的計畫 對這篇文章主要在討論的其實是發幣的東西 就是代幣空投 Wallet Connect要發信他們的WCT代幣 然後要空投給大家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件大事 但是我搜尋了之後 發現討論的人沒有很多 對啊沒有很多 至少不像之前什麼EigenLayer 然後很多人在討論說 那我到底要怎麼去挖這個東西 我覺得很奇怪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原因是像是EigenLayer 它可能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我們之前錄音討論過 反正就算你可能聽完那一集錄音 你還是不知道EigenLayer在做什麼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它沒有那麼的容易上手 但是Wallet Connect不一樣 Wallet Connect是 基本上如果你不是直接把 你不是只有把加密貨幣 放在交易所裡面的話 你有把加密貨幣提領到你的個人錢包的話 無論你是以太方、Solana、Cosmos 你基本上都會用到Wallet Connect 然後所以它要發幣 它也不是說 那我只有發給這個開發者 它是要發給使用者 而且這一波第一波的代幣 它有百分之我記得是百分之八十 還是百分之九十的代幣 是給使用者的 那所以沒有人在討論這件事情 這是一件荒謬的事 就是大家的進入門檻這麼低 可以說 基本上沒有人沒使用過 這樣可能有點太多 就是絕大多數人應該都是使用過 這個Wallet Connect 除非你都只有用ManaMask 然後沒有用過Wallet Connect 要不然理論上你應該會用過 那要空投給你 但是沒有人在討論 沒有人在討論說 你看它這個價格要多少錢 然後Wallet Connect到底要做什麼 你看它多有發展前景 都沒有 然後我就覺得 哇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然後我自己回頭想想 我自己也對於Wallet Connect 就是會用 但是不真的知道它在做什麼 所以我寫了這篇文章 然後來討論說 這個Wallet Connect 它在做什麼 然後跟它為什麼要忽然發行WCT代幣 這樣子 不然我們現在來聊聊 就是Wallet Connect 是在做什麼好了 對 其實Wallet Connect 在做什麼 它其實是一個 我也是研究了之後 才發現它是2018年才出現的東西 然後 你是幾年 17吧 17 我也是17 然後所以我就是 我就要開始回想 那時候的 幣圈到底長成什麼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 唯一有在做的 這個 鏈上的交易 就是買Curbio Kitties 你有買米戀毛嗎 沒有沒有 OK 那反正就是 那個時候 反正就是 大家都說 要用Mattermask 然後就是你把 以太幣存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買到一些小貓 然後那時候小貓 算滿便宜的 至少我那時候 還在當兵一個月 領一萬塊台幣的這個薪水 都還是覺得 不算是太大的負擔 那 所以代表 那時候的這個NFT 是相當的便宜 然後電商可能也不是太貴 那 但是 呃 所以那個是那個時候 呃 錢包要怎麼跟應用連接在一起 基本上大家會說 那你就是Mattermask 對 但是那個時候其實已經有手機錢包了 然後手機錢包 我 也是寫這篇文章之後才開始回想 那時候手機錢包長成什麼樣子 哦 才想到那時候手機錢包其實是 功能是非常陽春的 它基本上沒有所謂的就是啊 現在這種掃描QR Code的功能 因為那時候玩的Connect還沒問事 哦 然後 也沒有什麼內建瀏覽器 那是都是後面才加的 它基本上只有兩個功能 就是要嘛收錢 要嘛發錢 嗯 那只有接收跟轉帳兩種功能而已 所以你可以想像 如果它只有接收跟轉帳的話 它要怎麼去跟網路上面的 例如說迷戀貓 CribbleKitties 或者是後來出現的 呃 沒有任何的連接方式 是 那所以呃 這才能突顯出 哦 所以 WalletConnect它的重要性 它基本上可以說是打通了手機錢包 嗯 跟我們現在在 呃 使用的這些web3應用的一個 嗯 連接口 是啦 剛剛有提到說掃描QR Code 它其實就是一個登入的方式嘛 你現在如果就是有一些錢包的話 它是有相機功能 然後你可以掃描QR Code 你可能就可以藉由這種方式 就是登入到某一個app裡面 就是連 就是錢包連接起來 那 以前 的話MetaMask它 其實MetaMask也是到很後期 你才有這個手機版的 對 所以之前的人 基本上如果你有手機的錢包的話 你要跟這個 鏈上的應用具 互動是 不太 不太可能 就基本上是沒有辦法 因為它就是沒有那個 那個 那個 管道 可以接 對 我記得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 Wallet Connect的共同創辦人 嗯 那時候寫了一些文章 反正基本上他就說 那時候最主流的 連接這種鏈上應用的方法 只有兩種 一種是MetaMask 另外一種就是硬體錢包 哦 那硬體錢包因為它有USB 對 然後所以你就可以直接 電腦USB 然後電腦這個跟MetaMask 穿在一起 對 那結果還是MetaMask 對 那所以這是最主流的方法 那為什麼他們會做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這邊可以稍微說一下故事 嗯 故事我沒有辦法在文章裡面寫完 嗯 就是Wallet Connect它為什麼會開始做 Wallet Connect 是因為他們之前 做了一個新的應用 呃 叫做Balance.io 嗯 那這個網站現在已經下線了 但是Balance.io 現在在做的事情 呃 他們當時候2016年2017年2018年 在做的事情我覺得現在看起來相當能理解 嗯 就是在做Dbank 在做Zarian在做的事情 或者你說在做麻布記帳在做的事情 嗯 就是他透過API 然後把你那時候是 串你的錢包資訊 幫你整理裡面的東西這樣子 對然後那時候 他們最一開始做的其實是交易所 哦 或者是銀行 他們是從傳統金融來的 其中一個 這個共同創辦人 他最一開始在做 呃 像是這個 呃 在英國做網路銀行 例如說那個什麼 呃 N26 啊 或者是 Revolute 對對對 他之前是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只是他後來看到 哦 币圈這個 呃 大牛是一波 然後忽然看到哦 有人在做Balance.io 那他就跳槽過來 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覺得哦 那反正好像在區塊鏈做這件事情 是比在金融業做這件事情還合理的 嗯 所以他就跳過來 然後開始跟這個Coinbase 跟Bipfenex 跟那時候呃 還比較多人用的Polonex 嗯 再呃串接 然後直接串到一個呃 畫面 然後你就可以加總 自動加總 所以他那個也是 算是各個交易所的賬戶整 對 對其實現在麻布機帳 比較像中心化的服務 對 現在麻布機帳也有嘛 就是他麻布機帳只有接這個 然後還有不同的銀行 然後還有不同的銀行 加密貨幣的部分 只有接這兩間交易所 嗯 那只是後來他們呃也有說就是 他們好像後來發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發現API可能斷掉了還是什麼 對 然後就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他們忽然就覺得說 那API真是一個 對啊 而且很多危險 之前很多人就是透過這種API的 然後他他除了串帳戶之外 還可以做交易 然後就就被被hack了 對那當然就是API的這個全線的控管是很重要 那他們就說啊 那我能不能有一種就是 呃不需要交易所放資料給我 嗯 而是我可以直接去公開的地方抓資料 哦他們就說 那EtherScan是一個好方法 嗯 那我們就直接在上面 然後就可以透過節點的方式 然後去同步大家的錢包資料 你只要給我你的地址 那我就可以在鏈上抓到啊 那你在這個Ledger裡面放多少錢 你在MetaMask裡面放多少錢 對 那所以這就變成Balance.io的他們的雏形 OK 那只是呢他們在做這件事情 的時候發現了一件事情就是 哦那時候已經有手機錢包了 對 例如說IM token 2016年的時候出來了 然後那時候還有這個Trust 嗯 他那時候還沒有被幣安收購 然後那時候還有Toshi Toshi wallet是Coinbase wallet的錢生 他們後來被Coinbase wallet 被Coinbase收購之後 才變成Coinbase wallet 所以這些錢包他們都已經出來了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直接連接到Balance.io 因為手機錢包 他的私藥放在這個手機app裡面 但是他沒有辦法跟網路上的應用 串在一起 所以他們才覺得說 哦那幹要怎麼辦 嗯 然後他們才開始說 那不然我們也來做一個錢包 但是他們他所謂的那個錢包 他其實某種程度有點像是 現在Wallet Connect的雛形 就是去幫忙這些錢包跟這些應用串在一起 哦 所以才有Wallet Connect 好的 嗯 總之他現在延伸到 呃現在這個Wallet Connect的樣子 我覺得 有兩個大的趨勢是促使這件事情發生的 第一個就是 DeFi的興盛 DeFi興盛可能是190末然後2020年開始 對 DeFi就是變成非常新鮮嘛 然後那個時候變成 鏈上其實有更多更多的應用 而且各式各樣的錢包都出現了 嗯 那但是其實多半的應用 他可能主要支援的 主要串的就是 就是MetaMask 而且MetaMask還沒有這個手機版 然後 可是其實已經有很多的 就是手機的app出現了 那Wallet Connect 就似乎就填補了這個 缺口 他可以幫助很多的這個 呃 DeFi的應用 他只要接上Wallet Connect的功能 他就可以讓很多的錢包 可以一起進來 然後使用這些服務 對 基本上就是呃 兩個部分嘛 就是你剛剛說的應用 應用越來越多 要不然以前其實沒有那麼多的應用 對 在以太方問世之前 大家比特幣拿來幹嘛 就是轉帳囉 買披薩這種 那呃 要有應用出現之後 才會有人說 啊 那我的錢包 怎麼沒有辦法 嗯 跟應用接在一起 對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說那錢包 那以前的錢包 基本上都是電腦版 嗯 我記得呃 還有看過 再古早一點的錢包 是什麼Electron 嗯 之類的那種比特幣錢包 反正那種電腦 電腦版的錢包啦 對 然後他甚至 Electron後來好像也有APP的樣子 對 然後反正就是這種呃 感覺很古老的錢包 或者是Mana Mask 他 那時候如果大家都還不流行 用手機來管理這些私藥的話 基本上也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大家的錢包都是電腦版 那你就在電腦裡面 連接這些應用 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他必須要是應用突然變得很多 然後而且大家都開始用手機 對 才會有手機沒有辦法跟應用 連接在一起的這個問題出現 所以這是到了2018年才大家開始忽然發現說 那有這個問題 那我到底要怎麼用 我剛剛查了一下 Mana Mask的手機版 是2020年的9月才出現 所以你可以想像 反正就是大家的行動有多慢 我其實從2017年的時候接觸 我就覺得說為什麼這東西 我會需要安裝一個擴充元件 對啊 在我的瀏覽器裡面 然後我才能 我為什麼不能有一個APP 就是這件事情有什麼困難的 對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猜也有可能很多的時候 他們是在跟 畢竟我覺得這個APP的環境是被 就是iOS 對 Apple Store 然後還有Android 就是Play Store去綁定的 對 很多時候是那個 我覺得事後來看 好像比較能夠理解 就是說 啊那這個 呃 在擴充元件裡面 理論上是比較自由的 對 當然其實也未必啦 因為Google Chrome嘛 就是對 所以你的擴充元件某種程度 是在這個Chrome的應用商店裡面 那Chrome理論上也可以下架 只是他們比較不那麼做而已 對啊對啊 對那我之前有跟Google的這個討論過嘛 他就說欸其實他們是有相當的權利做這件事情 只是他們不做這件事情而已 那所以 所以你說啊這個這個呃 呃 瀏覽器的外掛元件真的有很安全嗎 也未必啊 他只是相對於iOS跟這個Play Store Google Play 呃相對安全而已 那事後也有發現很多事情嗎 例如說啊那 那個時候大家 其實發現說啊沒有Wallet Connect 可以連接 就是手機錢包 你沒有辦法 跟桌面板的這個瀏覽器裡面的應用連接的時候 大家想到 一個當然是有人開始做Wallet Connect 但是另外還有一條路 有人在做的事情是喔那我為什麼不在手機的應用 就是手機錢包裡面加一個瀏覽器就好了 對啊對啊 這就是剛剛前面有提到的 嗯 它是它是一個繞過的方式嗎 就是我在我的手機錢包裡面 然後你可以在裡面有一個瀏覽器 然後這個瀏覽器呢 它它可以內建就是連直接連接到你的錢包 那這個就更方便了 對我覺得 我不知道你那時候打開遇到這個 我第一次我記得我第一次遇到說 啊這個錢包裡面跳出一個瀏覽器 我是覺得很荒謬的事情 對啊是怪怪的啦 我是覺得很怪怪死了 就是我竟然可以打開錢包 然後在裡面看YouTube 對啊對啊 我就覺得這是這到底是在幹什麼 然後呃就是這感覺好像這個 這個產業都沒有UX 或者是都沒有 都沒有任何的正常的腦袋在想這件事情 就是感覺好像都從工程思維在想這件事情 就會覺得說啊那反正我們就是 它先破解先能用再說 對都可以用就好了 那至於這個合不合理都是後面的事情 對啊 那現在回頭看也會覺得說 啊原來那個時候是因為沒有Wallet Connect 才會演變出這種旁門左道 可是Wallet Connect有解決這個問題嗎 應該也沒有吧 我覺得有欸 我就我覺得 在手機端欸 你在你在上這些用這些Dapp的時候 Wallet Connect只是幫助你連結上了 可是當你在瀏覽這些Dapp的時候 因為它沒有一個App 所以你基本上你還是在某一個瀏覽器裡面 去瀏覽這些事情 哦對所以是這樣就是 Wallet Connect可能有一些人沒有用過 Wallet Connect他在做什麼 我簡單說一下 基本上在做事情其實很像是 如果你用過微信的話 微信現在的登入方式都已經不適用 這種輸入帳號密碼 而比較多都是讓你掃描一個QR Code 對 然後你掃描QR Code之後 你就可以登入進去了 那Wallet Connect也是一樣 就是啊那你跳出來 你進到某一個應用 例如說微信或者是UNISWAP 或是AVE 那他就跳出來一個QR Code 然後讓你掃描 那你用你手機錢包 基本上例如說UNISWAP 或者是這個 啊不是 UNISWAP Wallet也有啦 然後或者是這個 IM Token Trust Wallet 或者是Rainbow Wallet 等等的你都可以做 然後 呃你就打開 然後掃描QR Code 你就可以登入進去了 那登入進去 他拿到的是什麼東西 他基本上拿到的是 你的錢包的地址 對沒有其他東西了 他基本上就會認識 哦你是這個叫徐明恩 大概就這樣 那呃 但是他在解決的問題 他不是說啊讓大家可以在手機裡面 直接去瀏覽應用 對到目前為止 絕大多數的web3的應用 都沒有開發手機版 對啊都還是網頁版本 對所以你基本上 呃即便你的手機可以有瀏覽器 然後你可以進得去 你還是會覺得說 這是什麼狗屎體驗 界面是比例是乖乖的 對對對 你基本上就是 感覺很很奇怪 你很難使用 嗯 所以呃 Wallet Connect的真正的貢獻 或是他的價值 在於說 他把 呃 你本來私藥是放在你的手機app裡面管理 對 然後把這個私藥再不用給出去到電腦的情況之下 他就可以 電腦就可以認得出你是誰 然後而且他可以直接通訊 例如說啊你要簽某一個交易 嗯 那他可以跳到你的手機裡面來 然後跳出通知 然後問你說你要不要簽 嗯 而不用這個私藥直接在你的電腦裡面管理 因為過去metamask或者是ledger 嗯 他都是你要買就是私藥直接在這個metamask 對 呃電腦裡面管理 或者是ledger透過USB的方式 然後在硬體裡面管理 那他就是直接連接 他就是有線連接 或是直接內接在裡面 ok 對那Wallet Connect 他是透過一個無線的方式 那所以我才會在文章裡面會說 這其實是一種 呃類似藍牙的概念 是啊 因為在藍牙之前我們基本上都是有線嘛 就是這個 對 那但是 呃現在大家無線就是 藍牙就是那條無線的線 對 我覺得這比較像是一個他真正的價值啦 就是我原本想像 那Wallet Connect比較像是 因為metamask是一個龍頭嘛 那所有的這個app都在串這個錢包的時候 其實其他的各種不同類型的錢包相對弱勢 可是如果Wallet Connect提供這個方便登入的功能的話 其實可以讓很多的公司可以更順利的被受到應用 但明恩講這件事情呢 其實更多是我覺得對安全性是有保障 安全性跟方便性是有提升的 比如說你的手機錢包他可能更容易保管之類的 然後可是你在你的電腦端使用這些網路上的dapp之後 你是不需要透過其他的這個 像是metamask在你的網頁裡面的這些錢包 而是你的每一次授權是透過你掃碼 然後去登入然後去授權你的交易的 對所以可能有我不太確定這樣之後是不是很自安的人 他會不會覺得說沒有沒有沒有這是兩回事 但anyway我也會覺得說這感覺有點像是 每一次的交易他都是跟你在使用電腦是隔離出來的 你每次要授權是在這個手機裡面 你按授權他才會授權 而不是你不小心在這個很多的網頁裡面 然後你不小心點點點點點點 然後錢就出去了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他其實Wallet Connect他在裡面主打 主打的是說他們做的其實是一個加密的 端對端的訊息傳遞 那這其實某種程度跟我們之前討論telegram 就是沒有預設加密 但是Wallet Connect其實某種程度也是在做類似的事情 就是說他們是預設加密 然後而且是端對端 然後讓使用者的錢包的授權的訊息 可以直接直達應用 然後應用的這個request可以直達你的錢包 所以你們之間可以有一個通常的只有你們兩個人知道的溝通管道 那你要授權的時候才不會被中間的攔截啊什麼東西的這樣子 比如說如果我是透過網頁的Metamask的話 可能中間還是會 比如說Chrome可能會知道我在做什麼這樣 不太確定會不會 但是基本上他就是因為你畢竟你的Metamask就直接在電腦裡面 那所以他可能比較不需要透過這個第三方傳訊 他基本上就是Metamask直接授權 那但是因為Wallet Connect他是你的手機 你的私藥在手機裡面 你的錢包在手機裡面 所以你會有這個通訊 那所以他的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而不是他的特色 這是他應該要做好的事情 就是想辦法加密 然後讓中間不會有任何人跳進來說 那我假裝我要送個什麼交易給你 然後你就要按同意這樣子 ok 好 對我來說其實這個好像也多了一道 多了一道就是實體手動的程序吧 你不會像之前我被到的時候 就是有那種Permit 2的那種簽名 就是因為你在電腦上面 然後你就是一直按太快了 然後他又不需要有鏈上的那個transaction 付費transaction發生 所以我就馬上被到 可是如果我有多一個程序的話 我心理上感覺好像是比較安全 對所以我覺得這其實跟 最近Wallet Connect他的創辦人 這個叫Pedro 他都在他最近會很多的演講 然後他有一些演講他就會分享這件事情 就是說大家在使用體驗上面 其實是希望越少點擊體驗越好 你知道登入一次 然後你就可以使用很多的東西 但是他會說那但是少集是多 就是你點擊一次你就可以什麼都用 那代表你那一次把什麼東西又授權出去了 那他會說那在web3比較像是多集是少 就是你要授權很多次 但是你每一次都只有授權必要的資訊出去 但是他會說但這只是理想的情況 正常人我覺得他還算是蠻down to earth 就是比較腳踏實地 他會說正常人如果你遇到很多的授權 你會發生什麼事 你會說我還是盲目的簽 對啊 每一個我都看不懂 那反正你就是做一件事情 你要我簽五個 那我就簽 那最後還是那你不如一次就授權給他就好 那所以他就說那所以web3現在的體驗 基本上是想要做到的事情 是一個看起來很逆自然反應的做法 就是說可以讓你授權越少 但是你的掌控性越高 授權越少我的掌控性越高 對所以你就想說你怎麼可能就是授權越少 那不就是你一次授權出去越多越好嗎 對啊 那你授權越多那不就是你要越麻煩嗎 那怎麼做到就是授權越少然後掌控性越高 所以他們就開始引入這些什麼smart country的這種做法 就是智慧潛報的方式 那就是未來的使用體驗會慢慢變成這樣子 所以像這樣被釣魚的狀態可能就會慢慢減少 但是那可能就是你生太早了這樣子 對啊 我覺得還是 對 鍊上的東西有一個很關鍵性的問題 就是它不是 它是不能被reverse的 它很難被 它不太能夠被逆轉的 而且它有很多匿名化的匿名性的問題 所以當你遇到一個不熟悉的公司 或者是匿名的團隊的時候 可能很多問題是 就算你有花了多少的程序去統一這個東西 可是一旦它有問題 或是你被欺騙的時候 你就是蠻危險的 這個是這個世界它自帶的一個自由屬性 但是也是有它相對應的風險存在 我是覺得啦 就是如果你是在網路上面沒有辦法辨別 精準的辨別 每一則謠言 訊息的來源的人 你不太適合進入crypto 唉 這個是很少 這就是沒有辦法 什麼mass adoption 對對對 對啊 所以它就是必須 我覺得這邊的要求是比這個 現在的大家上網的這個環境來的更嚴苛 是的 而且你一錯就是錢不見了 不是什麼資訊被騙了而已 沒錯沒錯 這個是 目前狀況就是這樣子 對對對 目前狀況這樣 所以才不會有那麼多人這樣 好 那既然我們剛才講到發幣的事情 要不我們就直接切入到 幣的這個東西吧 嗯 我大概有看了一下 它是說他們會發在這個OP上面 是嗎 唉 我沒注意到這件事情 反正它會發在OP上面 反正這我覺得 如果它發在ethereum magnet上面 才不合理 為什麼 就很不合理啊 就是gas fee這麼貴 神經病啊 可是 這已經什麼年代了還要 當然是用litter 2啊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 大家的一個 你可以看到有想要有那種 什麼金錢效應的人 其實他們都還在airdrop 都還是發在以太坊上面啊 嗯 就是他們會覺得 最有價值的這些 資金跟人都還在主網上 我覺得那個可能就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人 就是他沒有那麼的builder 的風格 如果builder 你自然就會想說 那我很直覺的這種直男思維 就會覺得說啊那 所以 但發在便宜的上面啊 對使用者就是不想付那麼多gas fee啊 然後你的使用者又不是那些 很有錢的那種 就是在那邊投機的人 這就是他沒有被討論的原因 這也有可能 對 對 總之他是被發在OP上面啦 然後 你 我當初 寫這個新聞的時候 其實他們一開始並沒有透露說 他到底 這個必要拿來幹嘛 然後當時其實我也沒想到 我想說 唉你就是做一個這個錢包的對接的 你 你的幣能幹嘛呢 你該不會又要搞治理代幣吧 治理代幣就是一個很死掉的model 不要再用了 所以我也 我也沒多想 但是 後來他有釋出白皮書 然後敏恩也有仔細看了嘛 所以他的代幣目前是打算要做什麼 對所以 我記得我在第一次 大概是你寫新聞的那個時間 其實大概就往前的一兩個禮拜吧 他就 呃有 傳出說 Wallet Connect要發幣 對 但是我那時候稍微看了一下也是 反正就是 沒有消息 因為我就不知道他到底要幹嘛 就想說 Wallet Connect發幣 就是真的假的啦 反正先放一邊這樣子 那 一直到 最近才忽然有 會員在 區塊市的Discord上面 貼說 那記得要去領 我就想說 蛤這不是要給 Developer的代幣嗎 為什麼 我們要去領個屁啊 那我就再去看 希望這個會員不要聽到 我不知道 沒有啦 其實不是這樣的 我就想說 那我就敢去看一下 好不好 然後去看一下發現說 哦 他真的是有要發給使用者 而且是發絕大部分 80% 90%的這一波的代幣 而且他預告 2025年還會有更多波的代幣 會慢慢的發 所以他不是只有發一波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說 那他怎麼去衡量每一個代幣要 每一個人要拿到多少代幣呢 他是用 你實際上跟這個 Wallet Connect互動的方式 所以他會先要你連接你的錢包 而且你不能用Mattermask連接 因為你用Mattermask連接 他就沒有辦法去知道說 你這個錢包地址 跟Wallet Connect的互動 你可以想像他基本上有兩種 兩種不同的機制 所以你要用Wallet Connect去連接 他才會說 哦 那我大概知道 然後你可以把每一個人都會有很多個不同的錢包 很多不同的錢包 他沒有給積分 他沒有給積分 然後他就是每個人會有很多不同的錢包 所以你就可以把很多不同的錢包 都連接在同一個profile裡面 對 然後他會說 那如果你有滿足某一個 他們沒有公開的條件的話 那你就會 呃有拿到 你就可以 在11月的時候 拿到這個資格 所以在空頭這件事情的第一個 大家即便你今天聽完 這整個都不知道Wallet Connect在幹嘛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你要先去登記 去掃瞄一下 對你要去登記 那你要登記 然後你要連接錢包 你才有機會在11月拿到空頭 要不然你沒有登記 你即便 哦你說我每天都在連接 我每天都做很多事情 sorry 你沒有登記就是沒有 對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情 10月18號之前你要做這件事情 好 那過來就是 那Wallet Connect他為什麼要發幣呢 我自己看完了之後 我自己就覺得說 哇這簡直 Wallet Connect這一個 是一個 跟我本來想像說 這不知道他們要幹嘛 是天差地遠 我會覺得他 可以說他基本上是一個 如果他做得好的話 他是一個教科書等級的 對 去中心化的轉型 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 Wallet Connect他是一個 我們剛剛在最一開始說 他是一個 門檻最低 不會我幾乎沒有聽過 有人 為了 要錄Wallet Connect的空頭 而每天連接錢包 對啊 好像 對至少我跟你 假設都沒有人 都沒有聽過的話 那應該是大部分人都沒有聽過 因為我不用Wallet Connect 蛤 那 那 okok 難怪你不關心 那 這是第一點 就是好像很少人預期到他會空頭 其實他們之前也有說過 他們在很早很早之前 他們說他們其實不需要代幣 嗯 那所以沒有人預期到這件事情 第二點是說 那 如果沒有人刻意做這件事情 而且使用的人非常多 嗯 那使用的人非常多 那就 基本上即便有一些惡意的行為者 他也是會被稀釋 嗯 那所以我自己會很期待第一件事情 是說 他的WCT代幣 可能會分配的比較公平一點 就是比較均勻一點 不敢說公平 因為公平很主觀 嗯 那但是他可能會比較均勻一點 不會都落在某一些工作室上面 嗯 那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說 呃 這些 WCT代幣 他到底有什麼用途呢 你可能說 啊那 我還是想要知道價格啊 嗯 大家就會說 那到底這個WCT 之前有任何的 這個 代幣空頭的時候 大家都會開始 估算 他的估值是多少 對對對 就說 你看他的FDV多少 對不對 然後你看他多會賺錢 然後這個市場有多大 嗯 但是 Wallet Connect 我目前為止沒有看到這樣子的討論 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 Wallet Connect之前 從2018年到現在 都沒有在收錢 嗯 沒有市場可言 你可以說他的市場是零 跟他好像沒有相對應的 可以類比的 這些 壁種 呃這個產品吧 呃或者是產業 那可能有 呃我在文章裡面 或者是他們的創辦人的團隊 對他們其實長期都會拿藍牙來做類比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就是 藍牙技術 他基本上在做的事情就是 把電腦或是手機 跟你的周邊設備連接在一起 嗯 那他套在web3這邊就是說 那你的手機或是你的電腦是什麼 就是那個錢包 嗯 然後周邊設備是什麼 這些應用 你想想也是蠻合理的 嗯 因為這些應用 就像我們的耳機 如果他沒有連接到你的電腦 或是連接到你的手機的話 嗯 那他是一個沒用的東西 嗯 他必須要資訊的呃 傳遞過去 然後才能夠產生出 他基本上是讓我們體驗更好 所以他會說啊 那Wallet Connect 就像是藍牙技術 他連接手機跟應用 連接電腦跟周邊 嗯 好那藍牙 市值很大嗎 呃很賺錢嗎 嗯 結果找了之後發現 哦藍牙也不賺錢 哦是嗎 藍牙呃至少我們連連接藍牙是 沒有沒有在收錢的 對啊對啊 那為什麼呢 因為哦我後來再去找 發現說哦原來藍牙 他的技術是從1994年 是Arison這間公司提出的 就是我們小時候知道那個 Sony Arison的那個Arison 瑞典的通訊公司 嗯 然後但是這個技術 現在已經不是由一家公司來掌控 嗯 而是由1998年成立的藍牙技術聯盟 叫做呃 英文名稱聽起來有點有趣 就是叫做Bluetooth Special Interest Group 特別興趣 哦的小組 對 那所以有一群對於藍牙 特別有興趣的公司 嗯 然後一起來 參與這個呃 技術的開發 對 那現在這個藍牙技術聯盟 大概有數千家的企業 嗯 所以他們共同來決定這個東西 那你可以想像 為什麼現在 你就可以理解為什麼現在藍牙 是大家的3C產品的 共同的無線通訊標準 嗯 他不會說 他應該是有賣專利的費用吧 呃 我不太確定 我在猜應該是 我猜啦 他應該是有在做授權 就是我是發明了一個技術嗎 可是我不是 我不是獨佔 我不是只有我可以使用 我是大家都可以使用 可是 當我開放給不同廠商使用 不同產品使用的時候 我是需要收這個授權費 或許是 但是至少他不是有一家公司 對 說那有點像蘋果的Line Link 只有他能做 然後而且你還要買我的什麼MFI認證 是 那至少不是這樣子 所以 他是一個相對比較 大家共有的一個技術 那所以對應回來 Wallet Connect 如果說那他們一直都會覺得說 那他們想要對標的是藍牙 那藍牙的是值有多大 大概沒有人在討論這個東西 因為他本身就不是一個商品 他是一個大家都可以使用的東西 對 那所以他們才會開始在想說 那如果我們要對標藍牙 我們要想要發生 Wallet Connect想要像是藍牙這樣的影響力 那他們就不應該是一家公司 因為過去Wallet Connect是一家公司 創立起來 然後他們的錢 第一筆錢是來自於一太方基金會 對 給15萬美金的grants 然後後來2022年 他們又有一筆1000多萬的這個融資 對 就這樣 那所以他們才會在白皮書裡面 再提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 那我們如果想要讓大家都可以使用的話 我們現在是一家公司 我們可能最後會變成我們的瓶頸 變成整個產業的瓶頸 因為我們就是要賺錢 那如果這整個市場都被我們壟斷 那我們不就跟Web2的公司一樣嗎 就是 就講什麼場面話呀 對 他基本上 他就這樣說 我不想是一間公司 如果我是一間公司的話 我就會壟斷市場 但是我們得賺錢 那什麼意思啊 對 所以他 才想說 我們的路線應該是 我們把這個技術開放出來 然後我們成為一個服務的公司 幫助想要用這個技術 想要更好用這個技術的公司來服務 然後收他們的服務費這樣 可以 對我來說就是發幣嘛 然後我會看到他們是2022年是最後一次融資 那這個東西以這麼老的公司來講是有點特別 假設說他持續的有在吸引就是VC 或者是覺得這個東西很有前景的人 他應該是每年都會有一些融資的進展的 除非他們是非常有勤操就是我不想來接受任何錢 我要朝向一個非營利事業 但如果他的說詞是我們還是得要賺錢的話 那看起來是有點神奇的啊 那對我來說發幣的話就是是一個 對於一個新創公司來講一個 特別是web3的新創公司 是一個很好的獲利的機會 他可以開放服務給大家 然後他也可以為他的公司籌得資金 而且我也可以站到一個很好的位置是 我們沒有要賺大家錢 然後我們只是就是開放了一個新的這個 這個怎麼講 供需的一個代幣 然後讓大家可以去做使用 我覺得這就是所有的web3的新創公司 在發行代幣的時候幾乎都是抱持著這個理念 但終究最後還是會走向一個 其實他們在營運上 比較像是一個公司的 除非你是像以太坊這樣子 我是一個很大的基礎設施 然後我就只在build一些技術性的東西 然後 對啊 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跟之前一些發幣的公司 很大的不一樣 Wallacanet這間公司 他們基本上有一點點像是 你剛剛說的這種 以太坊基金會的做法 就是說 他把技術跟公司切開來 他本來是技術跟公司 就是這間公司擁有這個技術 所以你要使用的技術 基本上都只能找我 但是他們只是比較奇怪的地方 是他們沒有在收錢 所以我來找你 然後我想要用這個東西 或者是我在網路上面 就已經有SDK 我就可以直接下載下來 我也不收錢 他們就覺得 太佛了 好 那但是這間公司總是要吃飯 那他們就得說 好那我到底要怎麼辦 那他們決定要發幣 但是他們倒不是說 那我們就是以這間公司 我們Wallet Connect 我們發幣 然後我們還是Wallet Connect公司 然後你還是要來使用這個東西 倒不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覺得說 那這就是another crypto project 然後沒什麼東西 他大概要爛掉了 OK 但是他現在的做法 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說 他把Wallet Connect 這個技術切開來 然後去中型號出去 就是等於是給大家可以共同營運 那至於Wallet Connect 為什麼要營運 他基本上就是 我自己會用一個VPN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 VPN他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節點 那每一個以前 可能VPN就是一家公司 營運全球的VPN 因為VPN就是他發明的 對 那但是後來他就說 那大家都可以使用VPN 然後我們只是Surfshark而已 那所以如果你想要用VPN的話 你可以來找Surfshark 沒有贊助 沒有贊助 然後 要贊助也可以 要贊助也可以 對 贊助我就把那句話剪掉了 可以 然後 所以 他可以 讓一些人 來 跟他租用VPN的服務 或者是 你也可以不用跟我租 你就直接去 成為自己的Surfshark 然後成為自己的VPN 可以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做這件事情 所以 你有兩種選擇 Wallet Connect 他們自己也會 變成 轉型成另外一家公司 名字叫做Reown 那Reown就是Surfshark的意思 然後 但是 台大你可以自己架你的VPN 那是沒問題的 所以這大概分成兩個 那你可能就會問說 那所以代幣要幹嘛 代幣你總是會拿一點吧 我猜他們肯定是會拿一點 Reown肯定會拿一些錢 但是 我覺得這個代幣的價值在於說 好 那大家開始討論說 那這一個 Wallet Connect 這一個 切割出去的VPN這個網路 到底要不要收錢 對 這是以前 從網路的發展史 到目前為止 就我所知應該是 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就是說 一個公開的技術 基本上 像藍牙這樣子 就是 大家都可以共同持有 然後大家可能就 比較不收錢 或者是怎麼樣 但是 這是一個 把代幣發給 不只是這些公司 而是 即便你是使用者 你也可以成為 這個技術的股東 然後你也 你即便貢獻一些 這個城市碼 你也成為這個股東 然後 你可以 從未來 大家可以討論 說Wallet Connect 要不要收錢 他說現在不收錢 但是 大家共同持有者 你可以共同討論 要不要收錢 要收錢的話 那可以用Wallet Connect 來這個WCT代幣來支付 那可能這個代幣有需求 然後現在有供給 所以價格 它就會有一個價格 所以這個是 剛剛談到這個是 治理的部分 就它有 這個代幣有治理的功能 對吧 然後 從它白皮書看起來 它也是有什麼 Service Node Operator 就是營運服務節點 就是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 看起來 這個代幣就是典型的 治理功能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最近 可能比較流行的 就是其實就是借用 供鏈的那種 POS的概念 只是說這種 POS的概念 它是轉移到 應用層上面 那看起來 他們就是打算在 這個Wallet Connect的 服務之上 把它的節點去 去中心化 所以你可以去Stake 照你的代幣 照他們的節點上面 那勢必一定 也會有一些 reward什麼的 然後讓這些參與者 可以得到一些獎勵 然後 我覺得 這就是一個流行 然後 我不確定它實際上 到底能不能成功 目前最大的案例的話 應該 就是 就是EigenLayer吧 EigenLayer 就吸了很多的錢進來 然後 提出的就是AVS 這種東西 然後 透過以太坊的這個 金錢價值的 信任基礎 然後想要把這些 信任基礎分享到 很多的 鏈上的應用去 那 我看起來很多的 應用也試圖 這樣子去轉型 就是提供一個 類似POS的模型 然後 去把大家的錢 吸進來 然後我們共同的營運 跟之前的模式稍有不同 對 我自己會覺得 Wallet Connect 跟EigenLayer 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相似的地方 在於說他們都限制代幣的 一開始的轉移 對 所以大家才會不討論WCT代幣 然後EigenLayer是後來 這個EigenB 然後他們宣布說 我們這個全部都鎖倉 大家很生氣 就是說我在這邊撸半天 我就是要為了要 拿到之後 要趕緊賣掉 對 你在那邊鎖倉 那我這個到底要怎麼算 我這個 薪水要怎麼發出去 太棒了 太棒了 所以這是第一點 這是蠻像的地方 他們都鎖定 所以他們的理由 他們有解釋 會說 我們會想要先測試 它到底在治理 或者是在質壓上面 到底有沒有具體的用途 而不希望它直接 變成是一個錢 沒錯 那這當然你可以說 這是好聽的說法 那你可以說 那這反正就是一個道理 就是一個全民所創的說法 對對對 那我覺得OK 因為我覺得 現在的 壁圈的氛圍是 金融感太重了 就是整個銅丑位太重了 那它用一種 有點像是 稍微超過一點的方式 但是你至少 矯往過正 你必須要矯往 你必須要過正 所以它是用一種 過正的方式來矯往 好 那 這是比較像的地方 比較不像的地方 在於說我自己 就是剛剛最一開始說的 Wallet Connect 它比較沒有那種 大家很期待 要使用它 然後想要撸它空頭的 這個行為出現 這個風氣 基本上沒有出現 之前 它就已經宣布它發幣了 那所以 我自己覺得 它的壓力比較小 它對於這種 那你這什麼時候 要可以開放我們交易 不會有那些 因為前期就沒有人力成本的支出 工作室都還沒有請好工讀生 所以它就沒有說 那我趕緊要付他們錢 你怎麼不把幣發給我 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大家基本上都是把它當成是 那就是忽然中樂透了 中樂透 樂透什麼時候要給你 那都是你家的 那都是 你只要我把錢發給我 我都好 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是氛圍很不一樣 那氛圍很不一樣 那就決定了後面 它到底要怎麼發展 因為如果你決定說 那這代幣要很快的發出去 而且壓力很大 那你就好像某種程度 要敢壓著上架 你這個代幣 它的實際的運用 價值在哪裡 都不知道 然後你這個產品 像AVS就是啊 嗯 坦白說 你現在要我講AVS 到底是什麼 我可能講個三成 不錯了 我已經快要忘記了 所以我蠻擔心這個東西 它實際上到底跑不跑得起來 尤其是它開始交易的時候 大家會知道這個東西的價值是多少 但我理解你 我理解你說的這個方式 就是看起來它 它這個 Wallet Connect 在一開始的時候 比較沒有那麼多的hype 所以它有可能 理應更去中心化一點 理應更理心一點 不過我覺得這個也是 在所有 在做空頭的這些 新創公司的一個博弈 就是說 如果我沒有透過一些金融的期待 來讓大家獲得關注的話 那未來我的這個 我的這個幣的需求 到底是哪裡來 就是我當然可以 控制 創造了很多的攻擊 可是當我沒有熱度 我沒有VC的參與 然後我沒有事前的這些社群的醞釀的時候 我即便很公平的 把代幣都好好的交到一些可信任的 不是炒幣仔的人的身上的時候 那這個代幣的需求 究竟從哪裡來 對所以 它其實在裡面 也有稍微講到一點 就是這種 那你到底是誰需要去買這個代幣嗎 這回到一級市場的需求 那比較 二級市場 一級市場 就是直接會需要買這個代幣 然後來使用 這一級市場 那二級市場是說 那我們反正就是 不管那到底是什麼屎 反正就是 會長的就是好東西 那所以回到 那基本上這個 我剛也在反省 就是說 是不是我看好它 是因為它很對我的胃口 我都只看一級市場 沒有我覺得很棒啊 因為我覺得你會 正面的去看它這些 但我當然就是會負責我擅長的 加密酸民的部分 對 所以我就在想說 它是因為它裡面 大概都只有討論到這種 那我現在能幹嘛 然後到底誰會去買這個代幣 那基本上就是說 那如果你要成為這個營運的直壓節點 基本上有點像是 那這個Wallet Connect 它是一個網路 VPN它是一個網路 然後這個創辦VPN的這個公司 他發明出來之後 他說那VPN是大家的 但是我們現在發明了一個VPNB 然後這個VPNB 如果你想要成為這個VPN節點 成為這個網路生態一部分的話 那你必須要直壓VPNB進去 然後當成是押金 那如果你幫忙Routing一些危險的東西 或者是你在傷害整個網路的話 它可能不一定有審查 它就是你傷害整個網路的話 那你就會被Slash 你就會被這個懲罰 這些幣扣掉一點 那所以這是一個我會覺得蠻基本的 所以誰會去買這個東西 我自己能想到的就是這種 呃 呃錢包 對啊 那或者是這個第三方 呃 web3的應用 嗯 他們會去說啊 那我想要 讓我的錢包的 呃 資訊 授權的資訊 可以由我自己 在Routing的時候 在網路這個跑的時候 可以由我自己掌控 由我們自己建的節點掌控 而不用跑到別人建的節點去 那所以這樣比較安全 嗯 那所以你就必須要Staking 一些WCT代幣 這是需求 嗯 那這個需求當然跟使用者 沒什麼關係 是啊 因為使用者就想說 我只是想要 我頂多想賺獎勵而已 對那或者你可能就職押獎勵 或者是你就 或 更 更 更美好一點的夢 你就會說啊 那我要參與治理 這樣子啊 但是有多少人會有興趣 你 大家各位使用藍牙到現在 有人想要參與藍牙的治理嗎 哈哈 有啊 還好啊 什麼 special interest 哈哈 they have special interest 對 真的是很 special 那所以 就是 基本上是這樣 那沒有其他的需求 所以個人基本上 你可能就會說 那反正我就是職押給某些人 但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 開啟一個新的 典範 可能是吧 因為這有點像是 Chris Dixon在那本 RewriteOn裡面寫到的 他就是說 那Web3 他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讓你可以 擁有一個技術 然後你成為這個技術的 擁有者的一部分 然後你可以 從這個技術的發展的過程中獲利 那這個是Web1 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Web1 你看到WordPress 很多人使用現在全球有40%以上的網站 使用WordPress架的 但誰獲利了 沒有人獲利了 反正WordPress就長那樣 沒有人獲利了 會有什麼後果 後果是 沒有人再去做更多的開發 沒有人對於這件事情 是有利益綁定的 所以他就想說 反正那就是有錢有錢 吃飽沒事的人 做side project的時候 他可能看看 有沒有要去做WordPress的 這個架構的開發 就這樣 那或者是HTB 或者是藍牙 藍牙可能不一樣 那就這樣 反正那都是別人的事 那都是累的事 那但是他現在讓WCT 你可能會想說 那我現在是有很多WCT代幣 那我是不是讓他變得更好用一點 然後他可能有更多人在使用 那我可能會賺錢 這個很tricky 我也不太確定 就是我覺得你舉的藍牙例子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但是藍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 一個Web2的一個技術發展 他最終這個技術沒有變成 但他的背後不是有一堆利益相關者 然後這些利益相關者 可以去推動他的高速發展 但是在藍牙的情境裡面 看起來他類似變成 類似一個像是比較中立的公益組織 然後是有很多的公司參與在裡面 但是假設有一個技術是透過 然後形成一個經濟圈的話 他雖然說他不是一個中心化公司 但這個技術的背後有很多動機 很多元的利益相關人 他不見得會像是技術 就是special interest的這些技術開發者一樣 是單純的想要把他推動 錢去一個很純粹美好的地方 而是有更多的商業利益存在 我會覺得藍牙他比較像是web1 因為web2比較不是這樣 web2比較像是說 就是我壟斷啊 對啊 壟斷就是要收錢 就是要壓榨各位 就是要讓大家覺得難用 我才能夠就是 要不然Google的廣告怎麼來的 Facebook的廣告怎麼來的 就是壓榨各位 賭你不敢跑啦 你也沒地方跑啦 把你鎖起來 然後收錢 基本上是這樣 這是web2的邏輯 所以web1比較像是說 那這個做了一個好用的東西 然後公開出去 這個大家都餓死這樣 大家都沒飯吃 那就這樣 那到底誰有興趣 那就是一小撮 special interest的人會有興趣這樣 那是web1的路線 對 所以我會覺得web3他 我不會說這是一個必定成功 但是這是一個在嘗試一個新的方式 對 就是說那如果 嗯 不是完全免費 嗯 而是有一部分人收錢 能夠獲利 嗯 然後這些一部分的人 也不是那幾千家的公司 對 而是個人 他可以是個人的使用者 他可以是個人的開發者 他們本來在還沒有這個東西之前 他就已經是early adopter 他就可以去使用這些產品 然後而且幫忙這個東西進展 那他們會不會有了這個利益綁定之後 能夠再把這個東西再繼續往前推 他能走的多遠 這是他想要看到的未來 對啊 有可能吧 就是如果是把它當作是以太坊去思考的話 就是雖然說我去做這個Ethereum Staking 對我來說好像沒什麼差 我唯一的動機就是可以得到這個reward 但是其實我間接幫助的可能是 維運這個網路 但是我期待的是 在我維運這個的基礎設施之上 有更多的東西去發展 嗯 那我覺得可能Wallet Connect需要努力的就是 在你這個基礎設施之上 你到底可以走到多遠 我覺得這可能是需要做的一個事情 不然就他現在在做Routing這件事情 可能就是其實就是一個B2B的生意 對他來講 有最大動機去做Staking的人 是他的這些使用的業者 可是使用的業者 他到底願意花多少的成本去Stake 在他的這個網路上面呢 就是這可能是一個問題 他一定會有一個成本上限 加上他的幣價如果水漲船高的話 他可能Stake的就是會需要的就是越來越少啊 那就這件事情就會變得很神奇這樣子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如果要交給一間公司來做的話 那他可能是更慘的 就是會變成說某種程度你就是在定價囉 你就是在決定說我們到底要使用多少錢 那如果他交給代幣的話 他是把這件事情交給市場 是不是現在是一個適合的時機 把這件事情就去中興化出去 然後交給市場的定價 這我不知道 對 然後交給大家來共同管理 會不會變成一個工地的悲劇 就沒有人要管理這件事情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那所以我只會覺得說 他是一個 有可能是一個教科書等級的 去中興化轉型 從中興化公司說 那我們切開來 把這個技術切出去 然後把服務切進來 那我們透過本來不賺錢的公司 我們不知道怎麼收錢 因為我們一收錢 大家就會說我們是web2 對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在web3混下去了 那現在我們把這個東西切出去 然後我們繼續收錢 大家幫我們拍手 然後而且我們拿到一些代幣 然後雖然這些代幣現在沒有辦法賣 但是至少他總有一天是可以賣的 對 那我自己目前看起來會覺得說 到目前為止他走到這一步 我都覺得是很讚的 那如果未來有得效法的話 那這可能是至少到目前為止 大概都是可以效法的這個路線 對啊 看起來現在沒有這種 他算是錢包設施的基礎建設供應商 沒有人在做這樣的事情 也有 就像是這個Wallet Connect的競爭對手 另外一個是Coinbase 他們自己推出的Wallet Link 還是應該是Wallet Link 然後所以他其實 可是他沒有發幣吧 沒有沒有發幣 對對對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也不算是完全沒有競爭對手 只是Coinbase Wallet 只有好像只有他們在用 所以你在連接應用的時候 你常常都會看到三個選項 哦是哦 對就是MeraMask Coinbase Wallet 跟Wallet Link 對 Wallet Connect 嗯 為什麼Coinbase Wallet 會被弄出來 因為他跟Wallet Connect 呃 至少很長一段時間是不互通的 我不知道現在互通了沒 我不知道 對但是反而就是 看起來是沒有 對那反而就是 你會發現為什麼是這三個 是因為他們是不一樣的東西 對 我其實比較擔心的是 這樣這種類型的產品 它會不會是一個長期的產品 就是 就像是我們剛才說的 其實我們已經有看到有 就是瀏覽器這種繞過的方式 那未來這種東西會不會更加的進步 然後感覺都是值得去思考 對因為 就未來他可能 例如說Wallet Connect他走的一個 他現在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地位 某種程度是因為 這個 這個需求存在 對啊然後App Store Google Play 他對這個東西掐得很緊 對 他就說這個你不能弄 然後你應用內購買 有很多的限制 對那所以 而且Web3應用的開發者 他們也不開發手機板 好所以有這種 呃外在的 惡劣這個環境 這麼惡劣的情況之下 大家當然就是啊 那我要手機連接電腦的這個應用 但是這其實還是複雜的 對啊 就是理論上你都已經拿手機 為什麼我不能在手機裡面操作就好 對啊 那所以這個是未來Wallet Connect他可能 面臨的一些挑戰 就是你說如果大家的使用行為改變了 已經不是這種手機錢包連接電腦的應用 而是手機可以用手機 那會不會對Wallet Connect有一些衝擊 對啊 有可能啦 但是至少目前起來還沒有走到那一步 對對對 我想要補充一個案例 就是現在你應該也會用Rcam對不對 有看過 有上 偶爾會上去看一下 就Rcam是一個那個鏈上數據的分析平台嗎 你可以它記錄了很多公司的地址 然後你可以上去上面看他們很多的資訊 對我們上次在討論MyCoin的時候 對就有看到 對對對 然後他之前其實也發了一個代幣 然後他的代幣 那個時候是 叫大家說 反正 他有點像是 他希望每個人都可以當鏈上偵探 然後你可能上面可以去他們的論壇有一些request 就是比如說有什麼hack發生 或者是你想要調查一個地址什麼的 然後呢 你如果 就透過他們的工具 然後去解答出這些問題的話 你就可以 得到一些他們的代幣的那種 就是獎勵這樣子 他希望這個東西可以變成是一個 嗯 鏈上尋避 怎麼講 鏈上偵探的這個 獎勵社的這個平台這樣子 ok 然後那個是一個reward這樣 那我覺得從 就是Rcam 他本來就是一個 算是有些知名度 算是受歡迎的平台 然後現在看起來 幾乎每一家都會引用他們的數據 他們的報導什麼的 但他似乎還是沒有透過代幣去脫離 他原本的商業模式啊 他現在還是你要變成有 有這個付費版 才可以使用他們完整功能 那他的代幣 我剛才又看了一下 就是跟死了一樣 就是 從最高點好像4塊現在變1塊多這樣 嗯 所以我就覺得他其實是 一個很成功的產品 可是他 他透過代幣想要做到一些轉型的時候 我覺得沒有沒有到很成功 就是他還是脫離不了他原本的收費模式 我覺得這個跟Wallet Connect 有點不一樣的地方 很明顯的是 在於Rcam 他是一個我們比較熟悉的模式 就是他是一個中心化的服務 對 然後基本上只是他 從不收你月費訂閱費機制 而改用代幣 然後甚至他不是要你付錢 沒有他現在照收 哦 OK 那只是他變成發了這個Rcam的代幣 來 發你錢 對 就是等於是你使用有獎勵 但是沒使用 反正就是照付錢 對 那所以我剛剛直覺想到就是 那所以那個ZACKXBT應該要領很多 他要領啊 他要領啊 他應該要領很多啊 因為他就是他很容易用這個東西 然後他就可以賺到很多錢 他就會覺得說那為什麼不領這樣子 但是我會覺得這是一個有點 用代幣經濟來設計一個公司的商業模式 對 我自己有點懷疑這是錯的 我一直認為這是錯的啊 我沒有證據 但是我自己會 我會給大家一點直覺的想像 就是說 代幣經濟他其實是在設計一個國家 一個村莊的一個經濟的流通 換句話說他會需要有一些供需平衡 對 然後或者是他會很多 你其實發幣你不是為了 例如說政府印鈔 他不是為了這個政府要賺錢 他是為了整個經濟發展 然後稅收變多了 然後最後他才會 能夠有更多的資金進來 然後他可以做公共建設 這基本上是印鈔的邏輯 然後這也是代幣經濟在設計的高度 你不能說人家印鈔啊 因為代幣發行 通常他都會跟你講一個 這個一個hard cap 他有一個limit的方式 對啊 但是反正就是 鈔票變多了 反正就印鈔嘛 那但是 這個跟公司的邏輯不一樣 公司基本上就是 那我不是在做一個什麼 我沒有在管什麼公共建設的 我就是每一個東西都是商品 我就是要賣你錢 那就算你沒有付錢 那你也是用某種方式 隱藏成本你已經付了 基本上就是這樣 所以這是公司跟國家 國家的差別 所以我常常在想 這個郭台銘去選總統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川普當總統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人家怎麼說也當過了 對對對 但是就是會用公司的邏輯去想國家 所以他不會有那些公共政策 或者是他不會有那些公共利益 太多的考量 而是他基本上就是說 那反正我跟你都是一個交易 所以大家會說川普 基本上你就是跟他交易 什麼東西都可以買賣 他沒有什麼核心的思想 那回到Rcam 有點扯太遠 但是他就是 你把這個國家的邏輯 除非你要做得非常大 你要說 那我們要做很多這種公共建設 然後我們一家公司難道不行嗎 我們就是很多錢 但是我看Rcam可能不是這樣 他可能會想說 那我們只是想要試試看 這個代幣經濟能不能變成是我們的 商業投資而已 但我猜有點困難 我其實在一開始ICU的時候 就有想過這件事情 就是說 可不可以一間珍珠奶茶店 50欄好了 他可以發行他的50幣 然後用代幣經濟 用市場經濟的方式 來決定一杯珍奶要多少錢 就是他可以定說 一杯珍奶就是100顆50幣 然後所以但是 他的這個價格隨時會波動 端看大家喜不喜歡 這個季節喜不喜歡喝珍奶 那所以他就會有不一樣的價格 可以啊 那但是這就很有問題 這對於一般的使用者 或者是一般的消費者來說 他會覺得很困擾 他會覺得說 我們 這個已經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你想辦法把這個外匯的概念套用到 大家的日常生活 大家會覺得非常困擾 我想要知道就是說 一杯珍奶就是 一杯四季春清茶就是什麼 三十塊四十塊 我沒有想要知道說 這個今天會 四十五塊 明天會 我想要是一個基準 我不是想要知道那個外匯 所以那整個層次都錯了 我覺得這個例子 畢竟他是 他是一個web2的一個企業 我覺得他 其實這個就 早就存在了嘛 你就可以把它視為 是一個禮券的發行啊 那這個禮券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買的時候 就已經有一個對價的概念了 所以 除非你自己一直主動去調整 你的那個售價 不然的話 我覺得不太會容易受到傷害 但禮券不會有 禮券基本上是法幣 BASE啊 所以我買一千元的SOGO禮券 基本上就是一千元的面值嘛 但是問題是 我現在在R-CAM上面貢獻工作 然後我拿到這個代幣 到底值多少錢 嗯 不知道就是要看市場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 所以我覺得 鏈上的案例跟 武士蘭的那個 就是珍珠奶茶店的案例 可能是不太一樣 因為珍珠奶茶一開始 我發行禮券 就算我不是寫那個B值 我是寫 一張券代表一顆蘋果 一顆蘋果可以換一杯珍珠奶茶 那他 他 就算這個禮券可以在市場上面 被自由交易 但是對於發行商來講 他可能始終是 是不會受到成本的傷害的 嗯 可能反而是在外界 可能炒作 我就是想用禮券去買珍珠奶茶 嗯 那這樣的人 他們在二級市場交易的時候 可能是會受到 就是 那個價值的波動的影響 但是我 對 反正這件事情 大概就不會發生了 對啊 50欄大概不會做這件事情 對 什麼我們就是用50幣來交易 我們從此之後不收新台幣 那最後你發薪水要不要用新台幣啊 還是要嗎 對啊 總之我覺得加密貨幣也變到現在 所有的這個發幣的模型 我看到最後我始終認為SEC說的沒有錯啊 就是所有多數的加密貨幣都是屬於證券 我個人認為啦 因為到後來就變成你全部都是 其實你都是stakeholder嘛 你真的要去做什麼payment 或者是做 就governance更是屬於就是證券 怎麼講 股票裡面的其中一個功能 我自己會覺得 這是是這樣 就是說 端看你對證券的定義 證券它能不能再細分出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超級多對不對 那如果它能夠再細分出一些東西 那它不會說那只要你是股東 因為其實我在這篇文章也會說這個 你成為藍牙技術的股東 成為Wallet Connect的股東 因為我找不到其他的更好的字 來敘述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到最後也是這樣 對那 基本上你就是成為藍牙技術的擁有者 但擁有者是什麼意思 有話事權 這是治理 然後而且你還可以從中稍微獲利一點 那最後它SEC就反過來說 那所以有這兩個不就是股東嗎 對 對 所以它就 基本上你可能會說 還是不太一樣 就是例如說這個蘋果的股票 不能拿來買iPhone 那所以這個不太一樣 那但是我們這個WCT可以拿來換這個服務 那還是不太一樣 但是它基本上就會說 那百分之多少 那我覺得它也沒有說錯 對 只是說這個界線 我覺得不應該是非黑即白 應該是中間找到一些不一樣 那甚至是專門為它定出一個類別 我覺得這是比較合理 有可能 我覺得早期 早期進這個圈子的時候 這個圈內的人都很排斥自己 如果我是被歸類為證券的話 我就超級厭惡的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隨著監管慢慢的去更清晰說 這個市場是怎麼互動的 然後反正最終只要能夠保護投資者 之後 就算你是被說是證券也無所謂啊 因為整個規則已經不一樣了 我相信還是會有光明的未來的 對啊 我自己會覺得他們可能只是擔心 監管的成本很高而已 你說證券呢 我就要交很多東西 這樣我才不想要 對啊 我沒賺錢都被人家看破手 好差不多 差不多 那今天謝謝許明恩來跟我們 我覺得跟明恩聊 就是比較好玩的地方是 其實我們對這個產業很多現象 都有很多想法 然後我們藉由一個話題 其實可以延伸到很多 就是已經討論很久的事情 那我覺得在不同的時期 再用這些案例去看 再重新討論的時候 其實都會發現新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是蠻好的 蠻好的 對啊 感謝 那你最後有要看鏡頭嗎 嘿 那這樣比較好 比較好截圖 耶 那我們這一集的Podcast 就進行到這邊 今天非常謝謝區塊市 許明恩 我們下週再見 拜拜 吧 對 了